台中捷运绿线已经通车满周年 作为台湾中部首条捷运 通车后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项考验 不过在市府团队努力下 营运首年服务就获得市民肯定 满意度高达9成3 市长卢秀燕表示 过去三年交通工具大为翻转 透过捷运绿线i-bike三倍增 双石公车等措施 打造节能减碳的城市交通 台中的捷运也是中台湾的首条捷运 满周年 通车后虽然面临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项考验 不过在市府团队努力下 营运首年服务就获得市民肯定 满意度是高达9成3 也期盼在疫情趋缓之后 会持续加强人流及营运 那么通车不到一个月 在去年的5月 我们一样就面临了 台湾这个COVID-19疫情的冲击 那么也挑战公司的营运 但是公司全体上下在安全稳定与优质的服务中 我们建立起台中捷运的防疫文化 那么在营运的首年 那么我们所做的旅客调查当中 有近9成3的旅客对捷运的服务表示满意 捷运公司表示 今年的营运可靠度指标 年度目标为90万车厢公里 营运至今大约已经打136.1万车厢公里 成绩是相当的优异 未来人事会持续精进 提供更多的搭乘优惠 与更优质的运输服务 如果一个城市只有一条捷运 那它注定要赔本 可是呢 要赔得少 那我们有去比较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都市有捷运 那只有当那个城市只有一条捷运的时候 只有一条捷运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赔最少的 赔最少的 那所以呢 我也谢谢林董事长的团队 在这方面 在这个节省财力方面 努力以赴 市长表示 为了强化市区与深海屯区的交通网络 提供市民完善的运输服务 台中市推动整体捷运路网计划 也感谢中江日前通过了捷运蓝线还评 而目前市府办事皆备 希望行政院能够尽速核定 市府就可以开工 居然综缓台中才发布到 切苍偿的